中國流星王起立世界我是秀元大牌 歡迎各位再回到今天節目的現場 今天我們特別邀請到了兩位快樂歸國的旅遊達人 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快樂雲跟皮皮教授 兩位好 大牌好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聽一聽傳奇故事 因為剛剛從布拉格回來 其實最近布拉格很紅嘛 因為華航又直飛了 但雖然你們不是 你們是等於是搭華航直飛嗎 不是我們是去的時候還要轉機 然後回程的時候就是剛好搭直飛回來 為什麼會買這段機票呢 是因為皮皮他說他不要轉機 他要最短的距離 所以我就買了一張台灣飛維也納 然後因為一開始他沒有直飛 所以我要從維也納轉機 轉機的時候 你知道櫃台的服務人員還跟我們講說 你真的確定你是要在維也納轉機嗎 我說對啊怎麼 他說你知道你要等八個小時嗎 然後我就說我知道 因為他真的後來我們回程是直飛 你看就省了這八個小時 但是如果說你在維也納待八個小時 可不可以出去逛一圈再回來 我就是把皮皮帶出去玩了一圈 應該是這樣子嘛 其實這是你的目的嘛 所以你是故意 就是剛好是這樣子 因為其實他滿好的是說 因為他轉機 但是他心裡直掛 所以我們兩個就只要帶著我們的東西 我還真的就是把握著轉機的八個小時的時間 我就帶他去維也納 我自己喜歡的地方簡單繞了一圈 然後時間還夠他還帶我說我想要去維也納大學 你們八個小時用的很徹底啊 因為我知道維也納大學有些厲害的科學家的遺跡 我每次看到皮教授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各種方程式馬上就要浮現在眼前了 對不對 皮教授這次跟快樂營出去 是純度假還是有學術交流 因為我去參加一個研討會 錢還是花我們自己的錢啦 沒有啦其實是因為他要去學術交流三天 但是四天好 但是因為現在機票有點貴 所以我把四天的學術交流把它變成32天 真的很厲害 所以我們就去度假囉 對啊 但是這一個月呢 其實在一開始的那個時候 我們剛好一堆媒體朋友都在京都 然後我們每個人都在看臉書的時候快樂營皮教授慘了 這個故事要讓你們自己講 為什麼一到了這邊就是布拉格的剛下飛機的感覺 好像才第一天吧 第二天第二天就發生了慘事是嗎 對沒錯 因為我從來沒有遇到這麼悲慘的事情 是我的皮夾整個被趴走 然後而且坦白說 是包包割開嗎 是包包被拉開 然後坦白說呢 我覺得疫情之後啊 歐洲的爬手們進步了 因為真的是進步 他們在沒有人的時候怎麼練習呢 疫情沒人 沒有我覺得他們應該常常互相做練習吧 因為以前像布拉格 我覺得我們兩個算蠻熟的 我們兩個一起去過三次 然後布拉格我自己去過五次 然後以前呢 我也有遇過爬手 但是他們技術真的很不好 比如說你會知道那個人靠近 就是要來爬你 甚至說呢 他們技術插到是他手伸到你的口袋 但是能夠被你感覺到 你還來得及去打他 所以我把他評為說是爬的技術很差 可是這一次我覺得他的技術有變好了 大意了 我先問你包包是背後面背前臉 我包包是背後面 是吧 別人的嗎 這講清楚了 沒有 可是因為我之前去歐洲旅行 其實因為我不想讓我自己很像一個死觀光客 所以我的包包其實我都是習慣性背後面 這個是我大概都沒有改變 那我覺得 死觀光客才背個後面 應該說我覺得我這一次其實是有幾個狀況 就是說第一個可能是我自己沒有算好時間段 所以我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就是因為我落地的時間跟我訂旅館的時間 你知道我少訂一天 所以我才會臨時我訂了一個旅館是在老城區 然後後來為什麼會被偷呢 就是說我從那一天的旅館移動到我下一個旅館 因為布拉格很多地方 我們先留一點點讓大家有個期待 也就是說大家聽完廣告之後要記得趕快回來 說不定下一趟的旅程就是你 好我們來聽聽蔡依林的布拉格廣場 馬上回來 中國流星網起離世界 歡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我們的旅遊達人 快樂雲跟她的老公可愛的皮皮教授 一起來帶大家去玩一下布拉格 不過剛剛放了蔡依林的布拉格廣場之後 他們就心在滴血了 好了聊聊就說那一天結果是 其實你們兩個是一起走的 然後就在布拉格廣場上 然後還有活動的時候很熱鬧 沒錯就在布拉格廣場上面 然後就是大家最喜歡的天文裝 整點要表演的時候 我還跟他說那邊人多 我們要走過來一點 我們要避開一下 然後其實說真的是 我為什麼說爬手技術變好了 我真的沒有辦法確定 我是在什麼時候被爬的 一點感覺都沒有 一點感覺都沒有 然後甚至就是說 我只有在某一段門說 有一個女生要跌倒 然後然後我就說 那個男的剛好扶到他說 還好他沒有跌倒 就是因為我講 我覺得我只可能說 那個時候比較奇怪吧 然後我後來是真的 他們是兩個人演戲 然後吸引你的注意力 對不曉得 然後後來呢 其實是我是到了旅館 因為我就說 我換了人家於旅館 然後就是要去確認的時候 在櫃台呢 我要拿證件出來的時候 我就跟皮皮說完了 我的包包整個被打開 那我就心想說那應該是就是被爬了 所以後來是真的就是皮夾就是整個就是不見了 然後還好就是說 護照是放在內層的另外一個袋子裡面 所以比較幸運的是那個護照還在 對就是護照還在的部分 但信用卡也被爬了 信用卡被爬了 然後提款卡被爬了 然後我打回來掛施的時候呢 有一點點慌亂 所以我把我自己在那個行李箱裡面的備用卡片 也把它停卡了 所以就是整個都停掉 不過有可能啦 因為你也不記得哪一張卡的卡號對不對 反正你就一口氣都停了 對我就是一口氣都停掉 其實連身份證也被爬了 對啊 因為我沒有整理我的皮價 所以就回來就有點麻煩 然後像後來呢我覺得我就一直告訴我自己 就是說太好了 我從來沒有一整個月呢 可以刷皮皮的卡 因為我沒有刷過他的信用卡 我真的就是這樣子刷了一整個月 因為我就是身上所有的卡片都被爬走了 好所以在這裡其實要跟所有的聽眾朋友講一下 現在歐洲雖然就是說 大家其實覺得暑假期間 或者是我們有假期 然後剛剛恢復的時候 大家都很充滿期待的往外跑 但歐洲的爬手真是厲害 不管是法國也好 義大利也好 米蘭這些地方 隨時隨地都有那個 他不是一個爬手 是一群喔 所以他們會有各種的 你看過天下無賊吧 看過那個電影吧 人家的那個技術 就手上拿個小刀片一畫 所有東西都掉出來了 手一揭 沒錯 他們現在技術其實非常好 然後像因為我後來就是 我就說我被爬了 那我們其實花了兩個小時到警察局去備案 然後像後來你知道 我就因為這樣被爬 認識新的當地的朋友 他就跟我講說 你那個技術沒有算非常好 因為你那個包包整個是被打開的 他就跟我說 沒有被破壞 他有跟我講說 他有朋友是整個包包被打開 然後兵家被偷走 整個又拉回來 所以等到你要發現你的包包被偷 你搞不好 你就要回到飯店之後才會發現 所以他就跟我說 你這個技術可能還沒有到那麼好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他真的是技術進步了啦 我覺得快樂雲現在的印象好深刻 然後講話行雲流水 皮教授把時間給你一點 你先介紹一下布拉格警察局好不好 我們很多人都沒有進過那個國外的警察局 我們去到警察局裡面 然後其實是有一個翻譯 他英文翻譯 然後呢聽我們描述案情 問的很細 而且實際上前陣子那個報案的記錄 就寄回高雄的家裡面 但是全部都是捷克文的 那沒關係要表起來 其實我今天還有帶來給薛恩姐看 因為他帶過來 我們等一下拍下來給你 因為他真的蠻好笑的就是呢 我們一開始去報案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也在心想說 怎麼辦要有什麼語言 然後剛剛就像皮皮所講的 你知道警察呢是不講英文的 但是他又給一個翻譯 然後那個翻譯他真的就是問的非常非常的細 他一一跟我們確認喔 然後反覆確認喔 然後我們還在心想說 他為什麼要問那麼細 然後後來等到他出來的時候呢 他就拿了厚厚的一大疊 他就把所有的東西 然後就是我想說 全部都看不懂的文字 然後結果 上面還有蓋章欸 然後很認真的 然後結果他就一函一函 明明捷克文他就翻成英文跟我們解釋 然後解釋完之後的話 你知道就是報案紀錄 是我一份他一份嘛 然後我們簽的時候 就是除了報案紀錄之外 其實有一份我覺得那個還蠻特別的 就是那個他說什麼 我不能夠把什麼被偷的什麼事情 根據歐洲的什麼什麼法律 就是你不能夠在網路上PO 比如說嫌疑犯的照片之類的這些 就是他們很保護這些 人權 對對對 你沒有證據沒有抓到之前 是絕對不可以誣賴別人 對對對 這上面我看到了他還很仔細 25乘10公分的皮夾子對不對 他又問得很仔細 然後是什麼顏色的 然後什麼什麼 然後裡面大概有多少錢什麼什麼的 都已經問得蠻清楚 這張要真的不要起來 等一下我們拍照也把它拍下來 但是你用那個翻譯軟體翻譯 你會發現說其實都不能幹嘛 真的嗎 你看我們現在手機的翻譯軟體很強大 可以啊 有現在用手機的翻譯軟體 是大概可以就是去翻譯出來 然後我覺得就是說 可能是真的就是說 我們在檢察區裡面 你會覺得他真的很有誠意 然後但是他沒有辦法幫你解決任何問題 他只能幫你記錄下來 他們給你那個就是翻譯 他會問這麼細 是因為他們經驗太豐富 幾乎每天都有人搞這個對不對 有有有我們前面還有一個人 是他手機被偷 然後我們後來呢 等到我們進來在等待的時候 還有另外一組人進來 那一組人的話是一個 都是外國人對不對 後面那一組是一個台灣人 是一個台灣人幫一個大陸人報案 然後他們是自己人好像在換會的時候騙 就是說這個也是回到 其實大家都在網路上面講 就是說你可能帶歐元 你可能帶歐元去那邊換你換克朗 因為台灣沒有辦法換克朗 你帶去換的時候 你一定就是說要去跟銀行 或者是那種真正的匯兌中心 那根據我們這一次就是說 在布拉格市區 他市區他現在我覺得蠻好的是說 他是生怕你換不到錢不能花錢 不能夠刺激他們的經濟 所以你知道他換錢站啊 到處都有 到處都有 就是那種小窗口 然後隨時都可以的 隨時都有 而且你知道嗎 他這一次也是他把那個就是匯率 就是比如說歐元可以換多少錢 他每一家都是清清楚楚的把他寫出來 那原則上就是說在老城區裡面 跟新城區裡面 我們簡單走了一圈 他們現在是統一明碼標價 反正就是說也不要同一匯率 對然後他不要說那你會覺得會被騙 那我覺得像我們也換起來也很安心 好那那個皮教授總共損失多少 然後網路上有很多的網友問說 你有沒有被罵 啊不你有沒有罵他 大概損失2000歐啦 2000歐是7萬多 那誰罵誰了後來 當然是我相愛罵 為什麼沒有保護好如花的交集 我的錯了 沒有啦其實蠻好的就是說 因為其實我掉那麼多錢我也很難過嘛 那我覺得我們家皮皮就是他挺好的 他也不會冒 他就是覺得說反正錢掉就算 我們還是可以繼續玩 然後就是說我覺得也蠻特別 像以前可能我自己出去旅行 如果萬一我掉那麼多錢 然後我也沒有背卡的話 我身上現金花案我就要回家了嘛 好的 我們待會好好來聽聽 後來的布拉格到底是怎麼玩法 我也蠻好奇 馬上回來 今天我們應該是一個既開心又驚險的旅遊 也就是我們邀請到了皮皮跟快樂云 兩位剛剛從布拉格 我每次都講布拉格回來 但布拉格一直給大家一種很浪漫的感覺 而且就覺得是其實就是非常有風情 但又有一點神秘 然後又有一點故事的地方 但這樣會不會打壞你們的遊信 然後應該不應該做些什麼防備啊 或以後教教大家 沒有因為其實不會 應該怎麼說 像布拉格是少數歐洲的城市裡面 我們兩個共同都很喜歡 因為比如說有的可能是他喜歡 我覺得我們沒有那麼喜歡 或我很喜歡覺得那沒什麼 所以布拉格是少數我們兩個 我們都很喜歡 我是第三次去 那即使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還是很喜歡那個城市 因為那個城市呢 坦白說他真的真的很漂亮 然後是真的是你知道 我們都還會晚餐回家吃一下 吃完之後我們還會就是出來散步 因為現在你們訂的旅館都很棒 我們這一次我們都是住公寓 像他現在都是9點多快10點 才那個夕陽下山 所以我們吃完飯就會出來 大概9點20左右 飯後散步 所以我覺得那個感覺是真的就是蠻好的 二度閉月的感覺 三度閉月 他這麼喜歡他都記得他去了三次 然後像我來講的話 就是剛剛秀元姐講說 其實我覺得我這一次啊 我被偷我印象真的很深刻 但是就是說其實也是我自己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我並沒有把包包背到前面 我沒有做好一些那個翻到的那個準備 然後分散是有分散 然後其實我覺得我做錯一件事情就是 我根本不應該帶那麼多現金過去 因為像我們以前對布拉格有很多的印象是說 他之前很多地方其實不見得刷卡那麼方便 所以可能就是你必須要去換歐元啊 然後換歐元之後再去換克朗啊 所以才會帶那麼多現金在身上 可是這一次去啊 那你想你要去一個月真的要用很多嘛 對可是他這一次你知道這次去啊 他真的是刷卡超級方便 然後行動支付也超級方便 他甚至連呢就是因為他們上廁所來講的話 要20克朗 然後百貨公司也要付錢喔 或者說你可以付1元 你直接用行動支付你可以直接就是進去上廁所 所以我覺得現在去那邊啊 你幾乎不太需要就是說用到現金 那甚至包含像我們這一次 我們有去那個農夫市集 那以前去農夫市集或很多創意市集 他們都是小攤子嘛 小攤子你都是要這樣一直數錢 就是算現金給他們 現在幾乎也是85%以上 全部都是可以用信用卡跟行動支付 你可能買兩塊錢 我真的覺得只有現在台灣還用這麼多現金 真的比較時刻對不對 因為其實真的已經很早的地方 大家其實要不然就是付卡 要不然就是刷條碼 刷QR code 或者你有一個Google Pay 有個Apple Pay這些東西 其實就可以用 因為少了現金帶在身上 真的少很多風險對不對 不過如果別人搶劫你 據說你身上還是要帶至少20塊美金 一定要給個小費 他才會放過你 其實我自己通常我的狀況是說 我的包包好幾層 我會把那個最少的錢放在最外層 就有點類似說好啦他要偷的話 就是說他就給他偷 然後我可能要付錢 比如說一些小錢也比較好拿 然後會把比較重要的錢會放在裡面 然後會把就是說裡面來講的話 我包包底層我通常也還會在押錢 就是說其實會把它分開 只是這一次我有做 但是就是說我一時疏忽 甚至我本來在心想說 因為我第一天那個地方住一個晚上 然後因為我之後的話 那邊是要住16天的 所以我本來是想說到那邊之後 我再整理行李 我就是因為用這樣子僥倖的心情 其實也不是啦 一切都要怪皮皮 如果沒有你去 他一定會把所有的事情都分開做好 但是因為有了你 所以他就放心的大膽 或許吧 對不對 對啊沒錯啦 但是我覺得其實沒關係 後來都是刷皮教授的卡 大家就刷到一個爽 然後回來可能還不用付利息 有嗎 其實這樣子也還蠻好的 而且我跟你講 因為皮皮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人 他就是別人可能有一些人會覺得說 我們已經損失這麼多 那我們就很口很口很刻苦都不能吃東西 可是他都心想說 反正都已經損失這麼多了 那就花下去吧 而且這麼難得來 所以我們後來 我們盡量不影響後續的心情 像我們後來呢 就是我們就去一些吃好吃的 甚至包含就是說 整個捷克其實只有兩間米其林一型餐廳 那這一次我們都去吃了 然後然後我覺得 都在布拉格嗎 都在布拉格 而且只有那兩間 然後像這兩間 我也要謝謝皮皮就是說 因為他其實很不喜歡這種類型的餐廳 他覺得什麼很拘束啊 或者說他覺得吃的不夠盡興 可是他都因為這樣他都還陪我去 那因為我就說我錢都掉光了嘛 所以知道全部都刷他的卡 然後這一次去布拉格的這種高級餐廳 我覺得啦 因為有可能是現在對岸 他還沒有開放團體旅遊 所以其實就是比較沒有那麼多就是大陸人 然後歐洲人可能對於他們來講 吃這種高級餐廳 反正歐洲都很方便嘛 所以我們兩個這一次呢 像我們去那兩間一星級餐廳的話 我一間是提前一個禮拜定位 然後另外一間是提前三天 然後上一個禮拜我朋友呢 他也是在那邊也是挑了一間就是一星餐廳 他是中午12點40 然後打電話還是發面有去問說 請問現在有位子嗎 然後他一點半過去吃 所以就是現在你知道這種高級餐廳竟然空到這個程度 然後甚至就是說呢 他現在的費用呢 我覺得因為通膨的關係 我們都覺得其實漲非常多 昨天還有人跟我講說歐洲現在貴的不得了 有啊大概漲了有百分之五十吧 然後我們這一次比較 百分之五十 我覺得有耶 然後我們覺得比較不習慣的是說 以前在布拉格你給小費是你看你的醫院 然後甚至說他服務很好 像我們這一次的話他很多的觀光的店都是10%起跳 然後像以前皮皮他會給小費的時候 他給的多的時候 你知道服務人員會好開心 然後現在服務人員就是覺得他10%就是應該拿的 除非你給他更多 但我覺得其實主要的是我們自己要去的這個目的 可能就是我有一些心儀的地方 然後我會覺得就是說這一次我來的主要目的 我就是希望我們兩個過得開心等等的 這些目的都達到了 所以前一小時人平安 而且反正大家也都是這樣花就給他開下去 刷別人的卡的時候都不痛了 我們修一下回來 我們來聊哪些地方是必游的捷克景點 我們馬上回來 中國流星王 起立世界 歡迎各位回到今天我們的皮皮教授跟我們快樂雲 快樂雲這兩位都是旅遊玩家 剛剛從布拉格玩了一個月回來 那兩位幫我們講講 就是剛剛皮皮在跟我聊天的時候 說原來開始的時候 其實快樂雲很喜歡老城 但突然之間被爬了以後就感覺上覺得有點距離 就有一點就是十年怕草神的那個味道 是嗎 被蛇咬了是不是 對啊 真的啊 就是在布拉格廣被爬的 然後那個拆定的布拉格廣就是舊城廣 其實皮皮很喜歡舊城廣那個區域 我也喜歡舊城廣 因為我喜歡從那個那個叫什麼 市政廳上面的高塔 市政廳上面的高塔往下看 那你會看到那些房子都是排的彎彎曲曲的 那我第一次看到那個景象的時候 已經是16年前了 我16年前從那個高塔往下看 看到彎彎曲曲的時候 我跟他講了一句話 我說我懂了 我懂為什麼愛因斯坦在這裡待了一年半 就想到了彎曲時空 你看教授的 因為這裡就是彎曲時空 是吧 從居高臨下的時候 你真的可以選一個劇本 好萊塢拍一下 他就可以感覺到這個 然後我就跟他說我不知道 我只能說這邊風景很漂亮 前面是體驗大教堂 然後左邊是城堡區 然後那個是什麼塔 我就開始跟他講說 那邊的那個 我具體眼睛看得到的東西 然後他就想說 愛因斯坦彎曲時空 那我到現在還是不懂 那是什麼 那這個都不重要了 但是聽起來就感覺很深奧 而且愛因斯坦是這個物有所值的 來這裡待了這麼長的時間 對不對 但現在布拉格就是經過了三年的疫情 這段過程當中 你會覺得有一些衰敗 或者是有一些進步 或者是他們有一些重整的 這個不同的面貌 讓你跟上一次有區隔嗎 我覺得衰敗來講的話 是還好比較沒有那種感覺 那只能說可以感覺到就是說 觀光客有比以前少一點點 然後我們來講的話 因為其實我們本來就是以一種比較生活 跟散步的心情 所以我們就也沒有說哪些地方是特別一定要去的 那所以甚至我們有一天的話 因為他喜歡愛因斯坦 然後剛剛他提到說 因為愛因斯坦在這邊生活了大概兩年 大概16個月 所以我們還真的 是很清楚 對沒有說我們還真的就是到了那個 愛因斯坦住過的公寓 然後什麼他一些聊天喝咖啡的地方 像海明威的這種 當初就是據說是愛因斯坦跟卡夫卡 會在那一區出現 所以去朝聖 還有一個咖啡館叫羅浮咖啡 是他們兩個都會去的 你有坐到那張桌子嗎 那張桌子太保留了吧 因為不知道是哪一張桌子 然後那個咖啡館我們去了很多次 因為我們就是包含可以去吃早餐 也可以吃晚餐 還可以去吃宵夜 真的你全天包了 就是因為我們去的時間比較多 所以我們就開始 真的只是在那個城市散步 你們這樣也算是long stay了對不對 就是一個月的long stay 我覺得差不多 都是同一個apartment嗎 沒有我們有換過 我們等於說我把它切成就是兩個部分 然後中間有出去就是小旅行 就像我們平時可能你待在台北市 你會順便到外縣市可能住個兩天一夜 或者這樣 我們也有大概這樣子的玩法 然後因為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停留的時間夠久 我們除了那些光光明盛 像大家最喜歡去的城堡區 然後像城堡區的話要買門票進去 然後城堡區裡面有一個非常厲害的景點 就是卡夫卡曾經居住過的黃金小巷 那以前早期是不用買門票 可是後來要買門票 但是我們住的夠久之後突然發現了晚上六點之後不用門票 而且去拍還可以拍到空景 所以我們就會有一些這種 好像不用跟觀光客特別去擠 然後甚至包含就是說他有很多他的一些 像週末的市集 我們也跑去市集這樣去逛市集 然後甚至就是說有的時候突然覺得說 好像市區有點擠人有點多 我們就到比較遠的地方 像我們一直看到有一個天際線 就是觀光客的天際線 其實都是很漂亮很古典 可是就遠翻我看到一個那個Y建築嗎 V線圖 有一個叫V Tower 他都把它叫Y Tower V Tower就一個塔是不是 對就是一個他其實是新興的那個開發的住宅區 然後兩棟樓 然後遠遠的像我就覺得他很像 很像雙子星那種感覺 很像一個Y的他就說是一個V 然後我們兩個很好笑 我們兩個就說那不然我們就坐車跑去那裡看看 所以我們兩個就坐車跑到那邊去看看 然後就發現說那邊真的還蠻不錯的 而且那個V Tower現在還有在賣呢 那我請教一下在這邊的英文都通嗎 那最近這幾年是不是有些都可以嗎 有他們進步很多 因為以前可能沒有全部都講英文 可是現在他們講英文講的蠻多 其實我跟你講警察聽得懂 他只是有沒有要特別去理你 然後但是他還是有維持像疫情前就是 他們想要讓整個城市的印象變得很好 其實街道上有很多觀光警察 你如果去找他們他們是講英文 可是只是說可能如果萬一你真的被偷 他也不能處理什麼事情 不過沒關係啦 我們就是大概可以了解到現在的旅遊狀況 其實跟三年前的疫情之下的比較起來 其實除了就是觀光客沒有這麼多 其他的便捷還有他的軟硬體的upgrade 其實也都做到位了 然後交通也蠻方便對不對 交通我覺得他只有更方便 有沒有那個pass啊 有他其實是有72小時三天的票券 也有就一天的票券 那因為我們這樣待了一個月啊 我們後來發現了 我們還可以買一個月的票 對是不是 而且剛好很便宜喔 我們一個月的電子卡800 700吧 對750克啦 750克是多少台幣 真的超級划算 而且是所有的那個大眾運輸你都可以做 不過其實真的講到這兒呢 就是今天快樂園跟皮皮 也給大家帶來了很多就是新的資訊 讓很想去這個布拉格去玩耍 去捷克走一走的這些朋友們 你自己心裡頭有個譜 也許現在物價漲一漲 但是感覺上的這個風光 或者是其他的地方都沒有打折 對只有更美 然後人數也比較少一點 所以剛好可以享受一份寧靜 但如果你可以Lonestay更好啦 今天謝謝兩位 I like y-ling sound I like radio Hadeo Hadeo